那我們這隊為大家示範囉 關羽隊 晚安晚安 睡覺的晚安 睡覺的晚安 第一關 洗技能 對 洗技能 這什麼 越攻越強嗎 看一下 越攻越強 對 好 好 他開始有骷髏頭了 那我們就趕快帶走他 嗯 就這樣 帶走 沒問題 我們這邊來到第 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 好 直接守著那種 好 雙屋跳起來就趕快開下去吧 那我們就來到第三關 雙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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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浮石都要消到 好 OK 應該是可以 好 雙屋開了之後 我們可能 可以打得比較 進行的比較順利 好 我們這邊來到 欸 第七關 我沒有看 欸 這邊要五combo是吧 欸 這一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啊 是 五 六 OK 我們轉到六combo 哇 完全沒有任何天降欸 好棒 來到第五關 這樣我們那個 那個 進行的速度比較快一點 所以還不錯 OK 這邊要九顆水珠吧 但是這邊沒有九顆啊 洗衣服的技能 好 應該有了 應該是可以帶走 喔 剛好九顆 嗯 帶走吧 可以可以可以 天啊 太多了 好 13combo 順利帶走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我們這邊時間來到了三分二十六秒 算是 好 應該還是還有機會破紀錄的吧 好 五combo 蹦蹦蹦蹦蹦蹦蹦 帶走帶走帶走 帶走 打快點 那來到第七關 小許 小許應該是回 回故鄉了 對 所以就沒有辦法開台這樣子 直接無視周宇 呵呵 我都沒有辦法 遇到周宇了 我們現在開台到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遇到周宇了 怎麼回事 唉唷 卡一下 喔 等一下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帶走 好 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來到第 九關 第九關 這邊遇到的是 什麼 什麼東西啊 隨便啦 什麼東西 喔 它會隨機轉光啊 我們要停掉太多了 欸 停 好 好聽話喔 那我們這邊就順利帶走它了 來到第十關喔 第十關這邊呢 遇到的是 可以什麼回復力變零啊 隨便啦 好 唉唷 把他給帶走 把他給帶走 OK 掰掰 揮手說掰掰 好 那我們這邊來到第十一關了 第十一關呢 我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開一下爆發了 對啊 反應似乎有點對不起這個技能啊 每次開技能都會卡 這個是改版的那個缺點 好 那開技能我們也比較好轉這個 電擊珠珠 OK 帶走吧 沒問題 這邊來到第十二關 第十二關呢 這邊會遇到這個 好 關羽 靠你啦 關羽 好吧 OK 這不是問題啊 很棒 好 我們這邊來到第十三關了 這一場打得比較快一點 欸 好 喔 這個 開這個 開這個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嗯 好像 好像都沒有什麼在轉珠的樣子 有那種感覺有沒有 因為技能太OP啦 第十四關 第十四關這邊 欸這什麼 拼圖盾 好 拼圖盾 就是 盡量解一下那個拼圖盾 好 OK 帶走了 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來到第十五關 這個封鎖 這個真的是 不錯啊 只有封鎖到現在最 上面那個 都一回合帶走呢 太棒了 好 第十六關 第十六關在這邊 欸 我們時間剩下四十幾秒了 糟糕 好 我就盡量好不好 盡量 拜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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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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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很好 保險開個那個 龍科這樣子 好 啾啾啾啾啾 遇出多點水火木 但是我是不太想要開龍科啊 有點浪費時間 但是 怕帶不走 帶不走 就真的糗啊 但是我覺得 剛才那個天降 感覺不用帶 不用開龍科啊 怕因為下關那個什麼先攻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 這個 好像沒有帶補血 欸 快技能真的會卡 對啊 很討厭啊 欸 希望可以再打一關喔 4 3 2 動 OK 有啊 什麼光暗珠啊 什麼啊 哎呀 爛技能 遇到爛技能了 我沒有幫他打過 差一點 好 我們就在第17關 隱恨了 好不好 真的算是隱恨 好吧 那這一隊 關於大家示範到這邊 好不好 17關 就是這一隊我打 我打到最好的成績 目前為止 好的 好 好